在游戏最初的策划阶段 我们就计划为玩家打造游戏中的社区体验 我们注意到玩家希望有更多的机会 在游戏中分享自己的游戏体验 特别是高人气和达人玩家们 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与更多的粉丝建立联系 让自己的精彩内容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我们是比较小的团队 所以我们一直致力于寻找任何可以提高效率的新技术 2020年下半年 我们在为游戏新模块寻找解决方案时 就开始探索新的跨平台框架了 因为我们需要高效地覆盖安卓和iOS平台 我们测试了很多解决方案都存在这样那样的性质 但这些性质在Flat中则不存在 例如即使我们引入复杂的业务逻辑后 Flat的性能表现一样十分优秀 达到了我们认为投场所需的水平 另外由于我们在Java、Cultry、Object C方面有着坚实的基础 让DAT语言的学习成本很低 因此在我们通过概念验证阶段之后 便决定在新模块中使用Flutter 另一个打斗我们的是 Flutter可以很好的和现有的游戏进行整合 基本上照着官方文档说明操作就行 用不了多少时间 自从采用Flutter之后 我们发现可以将存在的工作量减少80% 工作量的大幅降低 得益于使用Flutter之后 我们只需要写一次代码就好 这样我们就不用为两个不同的平台 写两次相同的功能 单一的代码库有助于保证 安卓和iOS平台之间逻辑的一致性 游戏中的社区模块一直很受用户欢迎 我们的统计数据表明 每月有近千万玩家使用游戏中的社区模块 分享自己的屏幕录像的内容 我们认为Flutter是首个真正的移动跨平台框架 它能为开发者节省大量的编程时间 同时也为公司降低成本 我们十分愿意在未来的新场景 新用力中使用Flutter PUBG Mobile将继续精雕细琢 尽力地为玩家们带来更好的服务和游戏体验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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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